记者杨淳慧、申佩谣台北报道,民进党对于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是否里让现任市长柯文哲受外界关注。 总统辅资政顾宽敏作受访表示,过去李登辉、陈水扁、马英九当完台北市长后,下一步就是当台湾的总统,柯文哲也在想当完北市长后,将来当台湾总统, 然而柯对台湾价值的坚持完全靠不住,敢出卖台湾的人,只有柯文哲。 台北市民要有觉悟,这次若要选柯,说不定将来被柯出卖。 孤宽敏认为,若民进党此次在里让给柯,柯会更有信心2020年竞选总统,现在里让柯,难道柯2020年会里让,制裁英文? 一点政治气魄都没有。现在若里让,希望换到养年以后,真是foolish,笨死了。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一廷表示,柯文哲市长多次强调,把每天的事情做好就好,这才是连任最好的准备。 民进党发言人Kolas Elteca,古赖斯尤达卡,表示,尊重顾宽敏资政的发言,民进党选队会将审慎评估,做出最适切的考量与决定。 孤宽敏表示,柯2014年选举前拜访他,他想柯文哲说你这个人大好大坏,意思是希望柯做大好,不是做大坏。 柯在选举前,提出大巨蛋等问题,人民非常支持,但这些问题最后没结果,柯还跑到中国开双城论坛,大谈两岸一家亲。 若柯这次在当选市长,之后势必期待当总统,然而柯对台湾价值,历史及未来都没深刻认识,若给柯机会,柯会出卖台湾,选这种人做总统,台湾要受很多磨难。 孤宽敏也批民进党和蔡英文主席。 他认为,民进党四年前里让柯还多少有点理由,但民进党现已是执政党,国会过半,总统也是民进党出身,对台北市长选举情况早就小的。 现在在谈有无适当人选,或谈礼让,表示民进党怠慢,民进党不敢做决定,推说党内有意见,但这与民进党对台湾未来的责任是两回事。 现在领导人蔡英文必须负责,孤宽敏提到,有人担心若民进党自推人选,最后落到第三名怎么办? 然而,选举是靠人民支持,不是一定要当选才出来,民进党作为政党,要尽力为人民服务。 北市长选举是民进党对人民的义务和服务之一,针对蔡总统两次释出善意请柯确认台湾价值,孤宽敏认为,蔡不但给柯太多机会,也没想到柯会如何影响台湾的未来,民进党这段时间没培养自己人,现在要对柯释出好意,要礼让,等于完全放弃自身义务。 他并撂下重话,这次如果再礼让,我会正面批评蔡英文。 若柯再当选,他也会彻头彻为反对柯,反对民进党,反对蔡英文。